研究工程目的是透過繪製人腦活動圖 找出治療甚至預防腦退化症 腦癲癇及創傷性腦損傷等腦暴疾病的新方法 預料有關的研究 也會對倫理、法律及社會問題等問題 提供一些可能的認知突破 這項工程的正式名稱 叫做使用先進創新型神經技術的大腦研究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、國防部 以及國家科學基金會都會參與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宣布有關計劃 並期望國會盡快通過削尺預算 令研究可應按計劃在明年開展 除了美國 歐盟早前也都已經將人腦工程 列為未來新興科技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初步投資7200萬美元做研究 香港歡頻電視機者金營報導